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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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車手 除了對車非常專注 相關的技術也非常在意 而今天我們要談的 是汽油 除了車輛本身之外 路況和天氣 甚至駕駛人的習慣 都會影響車輛的效能 有夠好的油品 車輛才有最好的效能 今天我們要來做個 中級的油耗測試 用兩款不同的汽車 搭配95以及95PLUS的汽油 在同樣的測試條件之下 我們來看看兩種汽油的油耗表現如何 今天我們測驗的場地 是在彰化鹿港的車輛測試研究中心 也稱為ARTC 它是目前台灣最專業的國家級測驗場地 我們將在這裡進行最專業的油耗測試 現在的時間是測驗日的早上7點 我們在ARTC的附近 直接購買市售的兩種油品 買完後就會直接貼上封條 確保使用的是市面上大家正在使用的汽油 至於兩種油品的測試會是怎麼樣 讓我們回到ARTC去 看一下我們今天早上所做的前鋒 是不是都還完好如初 那我們現在來做拆封的一個動作 這就是我們今天早上所採買的油品 封條都是還是完好如初的 目前我們已經將車上原油原車的油箱 裡面的油全部已經漏光了 那我們現在請駕駛把引擎發動 確定這輛KUGA已經把油料耗光了 這輛車也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把管路裡面的油耗消耗掉 再來我們確保胎壓都是符合原廠規定 除了最基本的胎壓之外 我們連機油以及變速箱油 水跟煞車油各方面 我們都要達到一樣的水準 另外我們準備了 用CNC切拆出來的一個透明油箱 為了各位能夠看到我們油品的一個變化 我們分別標上了所有的刻度 而且檯面都是經過水平調整 我們都把它加到20公升的這個刻度面 用它總共耗掉多少公升的油品來做一個比較 現在我們將來進行28圈 大約100公里的長距離測試 在這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兩款油品的差異了 好現在第一趟已經結束了 待會要將油桶拆下來記錄刻度 同時兌換這個油桶 所以它的油耗是9.3公里 那平均 好我們來看一下台塑 14公升 也就代表它用掉了6公升 那平均 接下來我們要再將AB油桶 依照他牌與台塑的這個油品 再把它加到20公升的位置 我們現在油、電、水、器 通通檢查好了 那我們準備開始第二輪測試 GO 這邊的油耗是9.8公里 10.21公里 9.5公里 這邊是10.5公里 平均油耗是9.53公里 然後台塑 在這個部分它是6公升 16.68公里 A油箱 10.7公里 10.76公里 10.76公里 B油箱 13.8公里 6.2公里 6.2公里 每公里 跑了16.15公里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看到 氣溫 還有地面的溫度 還有胎壓 對我們的整個測試的結果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而且或許還要再加上駕駛的習慣 今天我們是以這個定速的方式來行使 但是或許它前段的加速 比較油門採的小一點 或是採的大一點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一個差異 中觀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次的測試 跟第四次的測試 它的外在的這些因素是相當相近的 第二次跟第三次 它的測試環境也幾乎是相當相近的 所以無論是KUGA或是Artist 在整體表現上 台塑95 Plus 它的表現是相當有競爭性的 我覺得這個油品 以後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讓各位自己去發揮 自己去感受 各位車主 你也可以自己去體驗看看 M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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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